這次被本刊直擊滑進摩鐵的就是他 1小時後 只見超哥藝人獨自搭上小黃安全的 回到他可愛又溫馨的家 我們就去Motel 續船唱歌 一個小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就說我可以 哈哈 那幾個小時你說 超哥跟一名名友人一同去 返橋某家汽車旅館 公司請我來詢問一下超哥的回應 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回應 那你們想看什麼我這樣問好了 你想要看到我家庭吵架 家庭失和 然後夫妻離婚 你是不是想看這個 歡迎收看超派人生 今天手機一直不停的響 外界的好朋友給我的訊息 從早上想到現在 現在是晚上5點多 我在我好朋友過濾這裡 那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上新聞了 而且不只上一個新聞 上很多很多新聞 人生成就解鎖 哈哈哈 那一天是這樣 那一天我們去一個好朋友的餐廳拍攝完 出來我們又到另外一個朋友的地方 從西門町到信義區 都被記者拍下來 包含後續我上了一台計程車 然後送一個女生到汽車旅館門口 我拿著一手海泥根 然後背著酷吉的包包 都被完整地拍下來 在場所有的人都在 一個都不用跑 等一下我們在 哈哈哈哈 我抱怨一下 哈哈哈哈 為什麼沒有我 他起碼跟了5個小時 對起碼跟了5個小時 因為我們從西門町出發 到信義區又到Motel 在等我出來 在等我回家 全部都拍到了 感覺怎麼樣 感覺怎麼樣 我成為明星的規格 鏡周刊 他這麼辛苦拍攝我 自以12萬分的感謝 我這樣講對嗎 他把你拍得很帥 把我拍得很好 哈哈哈哈 好今天就讓我們來正面回應一下 這一場風波 操盤 歡迎我的好兄弟郭律師 上週我們就去好朋友餐廳 然後一個羊肉串的燒烤 自動燒烤餐廳 吃飯拍攝美食 然後再喝了一些深啤酒 結束之後 我們就跟同行的兩位女性友人 又到了朋友的地方 小酌續團 第一團他們也在 第二團朋友的地方招待所 他們也在 結束之後 我在路邊攔機人車 我們就去Motel 續團唱歌 那個女性友人還清醒 然後你是不清醒的 我已經快睡著了 那他去便利商那一根嗎 因為其實人會有點斷片 後來我下車的時候 其實我是拿著一首海尼根 但我自己現在也想不起來 那首海尼根 海尼根怎麼來的 周刊看到我下車 好像疑似啦 有拍他一下屁股 但其實我真的也忘了 到底有沒有拍他屁股 這個借惟老闆 幹不到 因為被計程車擋到 他進去以後 滑進去了 呃 你是來 你是來害我嗎 大概不到一個小時 或一個小時左右 我們就出來了 那 進去的時候呢 我們也沒有做任何事情 他打開音響的時候 我已經睡著了 跟各位報告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真的嗎 他真的是來害我 哈哈 到他說 呃 好了 他想回家了 之類的 我們都 就離開那個地方 那我還叫車 就我們就離開這樣子 然後一個禮拜之後 我們就收到了 金周刊的訊息 我們周刊的攝影 上週剛好在西門町 看到您 靜宇 和友人在路邊叫車 後來發現 最後超哥跟一名女友人 一同去板橋某家汽車旅館 公司請我來詢問一下 超哥的回應 謝謝 嗯 滿客氣 滿有禮貌 那我相信他們是想跟我求證 對對對 但因為 也沒什麼好求證 回應 那時候我很緊張 我傳給超哥 超哥說 你把我帥的照片傳給要不要 當下其實 說真的 我以前是素人嘛 我怎麼知道我該怎麼回應 然後我也沒有做什麼事情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該怎麼回應 那你們想看什麼 我這樣問好了 你想要看到我家庭吵架 家庭失和 然後夫妻離婚 你是不是想看這個 你覺得不知道怎麼回應是因為 這就是我的日常 你拍到我的日常 我要講什麼 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是完美的 那我就是一個普通人 我知道我現在已經不是素人了 但是 我覺得做事情你要分 你對自己的良心有沒有愧 就是你有沒有對不起自己 對不起別人做辦法的事情 我沒有啊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回應你 對不對 而且你也沒那麼有空 要不要拍片還要試驗 然後我要喝酒 對 太忙了 然後晚上還要去摩鐵 真的 他們下的標題就是什麼 愛家的好男人 卻帶足甘妹上摩鐵 嗅一聲滑進去 一個小時後出來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大家對這個事情非常的關心 就有人傳訊息給這個女生 告知他已經上了媒體 他說他知道 而且他有點害怕 他也跟那個有人講說 我們沒有幹嘛 然後 為什麼我會對那個海泥根 不知道是從哪來的 因為我以為海泥根是他下去 便利商店買上來的 結果不是 他下去是繳電話費 他也親自澄清 我們在裡面沒有幹嘛 一個小時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我就說我可以 那幾個小時你說 假如是一天好幾發 我是一發可以很久 他麥克風還沒拿出來 還沒點到歌 我已經睡著了 那他有戴上套子嗎 我說麥克風啦 麥克風的套子 你真的是我的朋友嗎 你真的是我的朋友嗎 我怎麼覺得 我覺得因為你今天太氣憤了 真的覺得應該 我沒有氣憤 人做事就是求自己心安靈 對 我沒有做錯什麼事情 我的感情狀況 你覺得我需要跟誰交代 除了我太太以外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確實 這是個人的自由 我們上酒店 哪個男生沒去過摩鐵 哪個男生沒上過酒店 你一定會發生什麼事情 還有人說要改名叫超快歌 這個我鄭仲鴻 否認 你們再亂講 我就順勢出道 怎麼證明 AVD網 我都可以拍這麼多有質感的影片 那你們期不期待我拍肉片 真槍實彈 真的 你要做主角吧 哈哈哈哈 喜歡看我頻道的粉絲 當然他們都是很支持我 因為我今天早上自己就把 自己的週刊報道 我用自嘲的方式 我寫了 吃飽太閒 沒事偷拍我幹嘛 去摩鐵唱歌又怎麼了 沒看到我手上的那首海泥跟啤酒嗎 重情重義重粉味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因為這就是我 要不然怎麼叫做超派人生 他除了剪輯一支影片以外 他還有一二三 鏡頭刊真的就是一二三 起承轉合都有 他怕人家不知道你還幫你做了一個介紹 他蠻用心的 有好看啊 很認真 我的觀念一直是說 啊 你要拍我幹嘛 我還有很多很多很多 更誇張的 這個完全不影響 超哥本來的形象啊 我本來就是個正常的男生 我去酒店喝酒也是很正常的 我去Motel唱歌也是很正常的 如果有一天不小心真的滑進去了 也是很正常 這個世界上能說我不正常的只有誰 只有我太太淑妃而已 我喜歡蘇菲是因為 我喜歡他能夠包容我 我也能夠包容他 兩個靈魂在一起是互相吸引的 我就是一個素人 重情 重義 重粉味 這樣懂了嗎 懂了嗎 女人的事情之後 我老婆可以批評我 其他人都不行 我的人生 我自己把握 我愛我的家人 我愛我的女兒 我愛我的兄弟 我愛我的朋友 我愛我的粉味 蛤 這是我的意思 我只是想跟各位講 不好意思 讓你們失望 他就真的沒什麼 因為我喝太多酒了 我想幹嘛 我也沒辦法幹嘛了 我們就是這樣子 你會覺得我們是那種正經八百的人嗎 對啊 你會覺得我是正經八百的人嗎 招待所我拍得這麼好 對不對 你會覺得我沒去過幾百次的話 我能拍出這種水平的片嗎 那今天真的很抱歉 最重要的是 對啦 這什麼都沒做 對啦 還付了汽車旅館錢 幹 哈哈哈哈 向郭律請教一下 對 如果今天當一個女生 約你去開房間的時候 那身為男生 我們要如何保護自己 會不會去了之後 發生什麼事情 是有法律糾紛的 對 女生要想保護他自己 男生也要想保護他自己 萬一你覺得他跟你是講好的 你們是合意 想要去那個地方享受快樂 結果反而對方說 對 那可能就會告你說 這是這個強制性交 或是趁機性交 你對我檢視啊 不過超哥那個狀況是 應該是女生對你 檢視 他麥克風還沒拿出來 我已經睡著了 對我們律師來講 做這種案件很棘手 為什麼 因為這個叫密室犯罪 如果他對你提告 這是密室犯罪 沒有其他證人哦 好可能真的就是有性交 可是 到底有沒有違反其意願 有法官會問啊 你們怎麼進去 為什麼會去摩鐵呢 是講好的嗎 還是不小心滑進去的呢 所以那個週刊的畫面法 是一個證據 是一個證據 再來 離開的時候 那個女生的反應是什麼 因為已經沒有其他證據 只能從這種間接證據來判斷說 離開的時候 大家開開心心的 揉揉包出來啊 還一起去吃個早餐啊 還丟個訊息說 寶貝 愛你哦 下次我們要再來哦 剛剛好舒服哦 有滿意嗎 大概就是看這些東西 上面就寫 我跟超哥沒幹嘛 然後到便利商店 為什麼那個語氣 我聽起來有點失望 我的本人跟我影片中一模一樣 所以我不怕人家講 今天就算我去哪裡 做了什麼事情 只要沒有犯法 只要沒有犯法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交代 除了我的妻子以外 沒有人能夠定位我們 沒有人能夠評價我們 也沒有人能夠用自己所謂的 高標準的道德觀 去套在別人身上 我是我 你是你 我尊重你 也請你尊重我 今天是我們這一集最主要講的 我跟蘇菲的感情是真的 我跟我家人的感情是真的 我對我女兒的愛是真的 雖然我們沒有必要澄清 但是我還是做一個公開的說明 最主要是你看過我的影片 你就會知道 我就是一個很真誠的人 我在鏡頭底下 跟鏡頭上面是同一個人 我沒有什麼高大上的形象 沒有包補 我沒有藕包 你要拍我什麼 你要拍我酒店開放了 我們一起去酒店啊 還是你要拍我去摩鐵 我下次就叫 我們就拍摩鐵二集 對不對 我們介紹全台灣的摩鐵 如果你願意給我一個機會 多看看我的影片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我就是這麼的誠懇 然後我沒有什麼好挖的 我本身就這麼下流 啊沒有 哈哈哈哈 以上 我想並不是我在合理化我自己的行為 那這些東西都有證據 那也都是真憑實據的 你講我什麼 錯了 對不起 我道歉 沒錯 我認為沒什麼問題 我也跟你直求對決 正面對決 我的人生 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不用來挖我的隱私 今天這就是我來找郭綠 然後就日常常發生的一些狀況 假設你要去摩鐵幹壞事的時候 也請你保重跟注意自身的安全 雖然我的事件裡面 我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可是當你今天在夜店 或者是郭綠獎的酒店的時候 當你發生你跟一個女生想要快樂的時候 你要小心保護你自己 這也是我最後可以給大家的一個中顧 因為出事的時候可能會導致你離婚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像我這麼 那出事的時候該怎麼辦 我帶你看見不一樣的摩鐵 超怕 哈哈哈哈 8 90